欢迎各位村民回到今天令义村的节目 首先我要和大家自首一下 因为今集其实是录影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1月1号 这里全部人都要放假 即使我不用放假 但这里的员工都需要放假 所以其实就在31号录影 所以日子是非常近 我仍然都有元旦的气氛 因为隔于你们收睇的时候是1月1号 先祝大家新一年的开始 身体健康 事事顺利 最重要是心想事成 即是那种想要什么有什么 开开心心挂姐最好了 欢迎各位村民 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灵义村的节目 先处理少少村务 快过新年了 其实我最近很努力为大家做一件事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求神问卜 尤其是求一支签 但是这么多人去逼人 可能很多人很懒 还有求签又要解签 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有件及此 我最近努力和朋友设计一副求签卡 就是这副求签卡 就是有所有的签 以及里面有解签文 只要你就是 譬如在家里 成心上乡 可能你是祖先 或者是地主公 我心血来潮 新年想求一支签文 你就是在里面抽一张卡 就是求签币 抽一张卡 凭直角抽完之后 其实里面就已经有解签 是不是很方便 最近正在做 就要去印刷了 希望说一次过年出 缘于是小品制作 印刷费很贵 所以大家购买 希望多谢大家多多支持 我只是做少量给大家玩一下 希望到时大家过年玩得开心 记住 一签求一试 千万不要贪心 不要求上上签 就什么东西都拌下去 一签求一试 还有签物过分认真 当然有些开心的事 最好 如果不开心的事 不用担心 两个月之后再求一次 就可以了 好了 回来我们今集的内容 村母的事情处理完畢了 回来今集的内容 今集的内容都挺特别 故事现在部分一开始 先和大家说 一个叫做阴阳师 或者我叫阴阳先生的故事 如果你看阴阳先生 你应该是印象 就是林郑英的电影 类似 古代的电影 就是古代的阴阳先生 现代的阴阳先生 主要是处理红白喜事 喜事都处理 不是我生人的结婚 即是冥婚 也是一些殡葬的仪式 殡葬的仪式 时至今日 已经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以前老一辈的师傅 要学法 有很多东西要学 可能新一辈 就已经变了 主要因为主持殡葬的仪式 主要就是殡葬的仪式 搞得好就可以了 所以隔了有几代 也有不同的人出了来 今次讲这个故事 就是主角他叫阿杰 他是年轻人 主要是跟着师傅 做一些殡仪的事 但是他接到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是比较特别 令到他需要 叫他自己的师傅出马 他接到一个什么工作 除了要他师傅亲自出马之外 甚至乎要出动到一班老师兄 一大班人去做这个工作的帮忙 因为今次他接到这个工作 就是非一般平时的殡葬仪式 他今次这个工作 叫做过阴俗命 懂得来找师傅出马 那些人都不是普通人 都是有权势的人士 所以阿杰说他不能透露客户的背景 只可以说这个客户是一些有钱的权贵 而他是一个孝顺仔 因为他是想留着他爸爸 陪多自己过一段日子 因为他是一个孝顺仔 所以他师傅不是贪婪的用途 所以他师傅答应了亲自出马 帮这件事 这件事并非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可以搞得到 因为过阴俗命 不是人人都懂的 而过阴俗命 原来都有一定的危险和危机 阿杰形容 师傅如果要做这件事 他作法的时候 就要将自己脱青光 脱到光光 就不是楼蓝光 脱青光 然后就要起一个临时的壇 壇就要躺在上面 而他身上是一些师兄全部帮忙 就是用一些珠砂 寻寻了符 寻在他身上 然后他就躺在壇上面 他一躺上去之后 身边的师兄弟 就会立即帮忙 除了要在他盖上一块 就画满了符的红布上面之外 原来师傅这样一躺 就躺三天 这三天里面是非常危险的 第一 原来师傅这三天 他一躺在壇上面 就直接下了阴间 所以表面上 师傅在壇上面 好像睡了一觉 但其实在这三天里面 他是过了身的 代表这三天 师傅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完全就好像过了身 一模一样的死人一样 而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三天 是不可以有任何出错 如果这三天 有任何出错 师傅就真正过了身 所以这三天 师兄弟所有的工序 都会是最重要的事情 包括是什么 原来他们要点一盏 续命灯 这盏续命灯 也可以叫做长命灯 为什么要这样说 原来师傅下去就看不到路 因为阴间很黑 所以这一盏灯 这三天里面 就要靠阿杰去看着 不懂得的 因为他是师弟 他做这个工作 至于师兄们 做什么呢 师兄们这三天 分别轮流 要在师傅身边 不停念经 原来是双重的保险 什么是双重的保险呢 原来师傅下了阴间 除了很黑 看不到路 要靠那盏灯之外 万一盏灯关了 就要靠师兄们的念经 听着这些声音 就要回应方向回来 所以他们的念经 不能断 而且因为靠这把声 那些古灵精怪的恶鬼 就不敢搬着师傅 阻止师傅的路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他们这三天三夜 也要不停消医 听下去 你们自己都可以幻想到 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 只是师兄师弟们 已经很艰辛了 即是三天三夜 轮偶不睡觉 轮偶要念经 点灯消医 工作也不简单 但是师傅 原来也很危险 师傅落到阴间 这三天的过程 都不容易 首先 原来师傅落到阴间 就要找回 续命人的身份 即是说 我带着续命人的 时辰八字名 落到阴间 就是找人 落到阴间 都人海茫茫 要找人 谈何容易 如是者 师傅落到去 就逐个逐个要去找 师傅 找人都有时限 三天时间 我第一天找不到 第二天又要继续找 时间差不多到的时候 就要出杀手锏 原来师傅 就要出什么杀手锏 就是如果师傅落到去 没有办法找到当事人 即是那个寿托人 他就要出杀手锏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买路前 那师傅在这个时候 就要去找 找一些 就是叫做鬼差 牛头马面 但是师傅的形容 就不是你想像之中 好像拍电影 一个牛头一个马面 这么简单 师傅自己形容 就是说他们是因为 他们可以有不同的形态 所以形容他们 是牛头马面 实质 他们是不是真的 牛头马面 又不一定 所以在下面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是真是鬼差 还是假鬼差 都要靠少自己的经验 找到这些 可以帮倒忙的鬼差之后 你就要将 续命人的 时辰八字名 交给鬼差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是买路前 为什么师兄弟 三日三日要消医呢 就是全卡在这个时候 就有作用了 将一大笔钱 就要交给他们 牛头马面 然后就希望他们 就将那个人的姓名 在他们生死策里面 轻轻一抹 轻轻一抹 就希望可以跟他们 逐长一点的命 虽然说 逐命而已 但你又不要想着 是续翻 我续翻二三十年 原来 逐命人都有限期 逐命只可以做一次 而这个逐命 只是做一年 所以就是说 你不可以再续第二次 亦都不可以 续超过一年的限期 好了 师傅 三日的时间 就过去了 终于都等到师傅 回来了 受托人非常开心 因为原来 爸爸在医院昏迷了 医生已经说了 他过不了这几天 但是出奇奇迹出现了 他爸爸就在医院 便甦醒了 非常精神 最初 医生有估计过 可能是回肛反照的 但后来就觉得 真的没什么异样 他爸爸的确出了院 可以说是任务完成 佳大欢喜 好了 任务完成佳大欢喜 师兄弟们就收了他们的酬金 开心心 但阿杰也有非常多的问号 想问师傅 首先他就说 师傅 其实你已经说过是金盘洗手 为什么你又要接这次任务呢 师傅就说 其实主要金盘洗手原因 是因为师傅年纪已经大了 基本上这个工作 是非常艰辛和危险的 如果师傅再继续做下去 师傅自己找不到 那个受托人 自己都可能在下面去了 所以这件事非常危险 正常来说 金盘洗手座就不接了 但今次破例接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孝子 他并不是因为为了家产 搶钱 这样那样而续命 他这次反而是用自己 辛苦赚的钱 白手兴家的钱 是希望帮他爸爸续命 陪自己过多数个大日子 即是可能看到自己结婚 希望爸爸享多一点福 所以为孝子做事 都可以说做了一件好事 所以就破例会做 而师傅也说明 工作太危险了 过了今次之后 都真的金盘洗手 不会再做了 那阿杰在这个时候 就看到师傅眼神里面 就有一些怯意 那个怯就是 心怯了怯 就说师傅 你落到下面看到些什么 是否很恐怖 师傅就说 其实帮人过阴续命这个任务 在他年轻的时候做过 当时连少弃盛 什么都不怕 落到下面 说真的 鬼都怕你七分 所有那些古灵精怪的恶鬼 都基本上是在暗角偷望他 他身上也画了金光符 下去找到 逐命人 任务完成 但今次年纪已经大了 基本上那些恶鬼 开始不怕师傅 甚至会跨过暗界 因为他点了一弹 长明灯 长明灯就会像一支 一支电筒 照着自己的路 基本上这次落到去 其他游魂野鬼 都经意不怕他 因为他年纪大了 有些鬼魂 已经很贴近 光界之间 偷望他 甚至希望捉摸他 所以他已经知道 这个危机已经非常近 所以他说 这次任务 自己的心都害怕了 所以我怯了 阿杰继续询问 师傅 可否告诉我 这三天 你见过什么 做过什么 可否传授给我 师傅跟他说 师傅除了金盆洗手之外 这件事 已经打算不再传授给我的人 因为时而世易 时代都不同了 现在的年轻 根本就不值得 把命拿出去搏 说真的 正正经经 继续做殡仪工作 既然够糊口 够搵食 你养到一家大小 我又对得住你父母 那就算了 万一你有一个闪失 有什么差错 我都要负责任 时代不同了 现在这个世代 你有什么事 师傅都要上身 所以也不打算外传了 第二 我相信不过现在的年轻 始终自己都年少弃胜过 万一你为了赚钱 贪婪 或者是在女生面前 晒下自己有这个能耐 对你都不好 所以师傅都是决定 金盆洗手之外 也都不在外传 那阿杰听到这个 师傅说 不在外传都非常之失望 蛤 那啊 那师傅 你可否说给我听 这几天你落到阴间 见到什么 游历过什么 这些才是最令人很想知道的 那师傅这个时候 就说 可以 说给你听也不是不行 但师傅说给你听之后 你就要死心了 你就不要再问师傅 要传授这件事给你了 那他就叫了阿杰 冲了一杯茶给他 然后就拿了一包烟给他 他就开始吃着烟 那我跟阿杰就说了 首先在一开始 自己身上画了符之后 一份上的弹道 基本上心的念 就是想着那道门一开 那人就进去了 嗯 讲古讲到这里 我都想喝一口茶 我都想像师傅那样喝一口茶 好 那师傅呢 心里面想着门一开 门就开了 基本上他说 阴间是非常黑的 是黑得很紧要 还有就是说 阴间是凉的和冷的 所以基本上 你一开一刻 就好像去冰天雪地的地方 所以你这三天 是受着寒冰之苦的 你说了 年纪大了 是不是很辛苦 好了 第二 就是因为有点长明灯的关系 当灯一点 师兄们一念经 便立即安乐了 因为马上 他站在阴间的门口 灯一亮了 就好像有个光灯 开的有一条暗光的路 你的幻想 光灯 灯火通明了 并非如此 其实灯光都非常之昏暗 你的视线亦非常之模糊 去找一个人 人海茫茫也是很难的 他就形容阴间的天 是长期都是阴天 乌云密暴 隐约见到很微弱的光 微弱的光 就好像你望到天上的星星 那就是很黑了 徒弟听到这里 亦都幻想到那个情景 是一个很黑 很冷 你好像你拿着一盏 好像现在在盈光幕 看到这个暗的灯的光 向前走 这个灯 护着你 只是有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也是非常窄的 所以 那些游魂野鬼 好奇 为什么突然间 陰间会有点光 都会共起来 去八卦你 就正如师傅所说 年轻的时候 那观气场劲 他们不敢过来看 但当师傅年纪大了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感觉到你的气场药 就开始一只一只 共起来看你 所以基本上 你每一步 你耳朵后面 都会听到有无数的脚步声 是跟着你的 你可以想而知 心理压力是多么恐怖 不好意思 今天把声沙了一点 好了 师傅继续向前走 做一个找人 原来 找一个人 不容易 第一 身边围着这么多游魂野鬼 寿托人 即是主角 你要找一个人 会不会是这群人里 迷失了的人 你又不知道 会不会是某些暗角的人 你又不知道 原来陰间 分很多空间 亦有可能 有些空间 封死了一些鬼魂 又或者有些时辰味道 有些流离的鬼魂 于是 就要逐个逐个地方去找 如果你想想 你自己在这个范围 周围去看鬼魂的样子 去找人 都够恐怖 更何况 你自己拿着时辰 八字和人名去找人 那就更加困难 师傅 首先 排除了 跟着自己 那群人的 那群的游魂野鬼 为什么呢 师傅一开始就说了 仇托人 什么什么人 什么什么时辰 孝子 帮你续命 有没有人在 那群人的游魂野鬼呢 原来 只要不是他们自己 他们就听不到这句话 所以见到他们没有反应 行了 仇托人不在当中 继续向前走 向前 再走到 是一个 一些 被困的鬼魂 那师傅一看他们的样子 行了 知道了 仇托人一定不在 这个空间 这一班 是意外死的 那班人死了很久 因为看到他们 是脱头脱骨 行了 一定不是这班 再去其他地方找 师傅这几天 就游骗了整个阴间 整个地方 周围去找 就找到流离之处了 流离之处的鬼魂 就非常茫然 他不知道自己过身 又在乎于过身 与未过身之间 这一班流离的鬼魂 还可以和阳间有一线的接触 他还可以听到阳间那些人说的东西 所以某程度上 有时他们会自言自语 因为他以为自己 还在和家人说话 这班流离的鬼魂 走路就常常撞墙 因为他未习惯阴间的空间 他又会觉得自己是阳间 所以基本上 他仍是用阳间的方法 在那个地方徘徊 但是当然 阴间 就不是阳间的格式 师傅的形容 所以 当他离远去看的时候 这班人就好像撞墙 撞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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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師傅說 每做過陰續命 都必須有恩由跟師公師做交代 你貿貿然帶了一些三五色七的人回來 幫了一些三五色七的人續了命 或者帶回來 原來是業來的 是要還的 所以他都非常小心 他又再問這班流利的鬼魂 洋間的人什麼什麼名字 時辰八字 孝子 即是他兒子 是哪個哪個 有沒有這個人 看到這班人是沒有反應的 阿姐也不是這班人 很失望就要走了 師傅就在陰間裏面找找找 走走走走 走了幾個地方 都找不到 好 聽著師傅唸經 唸到某一篇經的時候 已經知道糟了 快到第三天 時間差不多夠了 如果我留在這裏超過三天 因為那裏是極寒之地 他的靈魂都頂不住了 他是無法回去的 一步一步削弱他的能量和磁場 我心想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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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就要出動到要鬼差幫忙 叫鬼差幫忙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鬼差也有分好和不好 有一些很盲室執政來做 既然人已經過了陰間 即是你都不可以回上去 就要捉住他 有一些會比較容易的 就是你給他一些好處 他便放過你 甚至會幫你做事 所以你找鬼差 原來都是講彩數和運數的 師傅當時留意著 去一些鬼差的部分 陰間走到一個位置 應該會有鬼差 那裏也是最危險的地方 鬼差會留在那裏就是一定有原因 原來如果當有一些惡鬼 例如一些殺人犯 一些瘋狂瘋的人 過了身 即是一些狂人 亂殺人 連環殺人犯 以殺人為樂的人 這些鬼魂就好像要坐牢 要被人看實 萬一你放掉了他 他便會回到楊間 即使他是鬼魂的身份 即是他不是楊間變成人 他自己是惡鬼 上去都會搞搞震 即是我們現在經常 碰到邪惡 搞著你 冤著你 有可能是這班人 搞搞怪怪的 這班鬼魂搞怪怪的 所以鬼差就要看實他們 就是我們叫做守行為 就是要看著他們 師傅所以他去找鬼差這班人 同時之間也有可能 是被這班惡鬼看照的 所以師傅也是憤愛小心 戰戰兢兢 就慢慢慢慢盡量 不要驚動那麼多人 就走到鬼差的身邊 如是者就問鬼差大哥門 要先試探他的口風 先給一些利是 師傅給利是是給得很小心的 還有 原來師兄底門燒衣 全部都要寫師傅的名字 即是說師傅落到陰間的時候 拿著這筆錢是拿得很實的 因為寫他的名字 即使跌了一張錢落地 那些惡鬼或是冤魂都不敢來撿 因為師傅的名字是用法寫下去的 那張紙錢的名字是有點發光的 如果你在陰間看的話 即是說這些錢 因為普通的靈魂是受不起的 反而鬼差這些稍稍有能力的 吸收的靈魂 他們才收得到這些錢 所以師傅非常小心 先封了一些禮事 看看鬼差的反應 鬼差一看 有一個已經很熟 這位師傅 請問有什麼貴幹 一看就已經知道她是一位師傅 師傅也看到 這個鬼差懂得做 一開始就遇上一個非常好的鬼差 鬼差懂得做 鬼差大哥 就是這樣的 我在陽間有一個孝子 非常孝順 他只想留著他爸爸多一段時間 可以看到他結婚生子 所以希望鬼差大哥放一條生路 可否給他續命 鬼差大哥一聽就說 過音續命? 過音續命已經很久沒有做過 已經以為沒有師傅做這件事 這個師傅 你要做過音續命 你可知道規矩 師傅一聽就明白鬼差大哥的意思 鬼差大哥並不是說要淺那麼簡單 鬼差大哥就說過音續命 這個工作 如果你是做得不好 有可能反誓回到師傅身上 你知不知規矩 師傅說 當然知道 年少的時候做過一次 他說現在年事已高 也是小弟最後的一次 小弟今次鑒於見到是一個孝子 想幫他一些忙 所以才幫他做今次的過音續命 鬼差大哥聽到 二話不說好 就開了一個價錢出來 就是他要多少個金銀衣紙 師傅一聽也點頭 明白 於是 將這一筆的錢 師兄弟這幾天 燒下來草草大堆堆的金錢 交給這個鬼差 然後就跟鬼差大哥說 鬼差大哥 你放心 事成之後 本人回到陽間 再會燒更多金銀衣紙 帶屋下來 去報答你 鬼差大哥聽到 非常之開心 鬼差大哥說 沒有問題 於是鬼差大哥 就領著師傅 走到陰間的另一個地方 然後就叫師傅 你看著 他就是把這個人的名字找出來 然後就跟他說 放心 沒有問題 逐命時間 一年 一年後 就不能再反悔了 師傅聽到 非常開心 點點頭 又沒有完成 然後就隨著那些長明燈 和師兄弟們唸經的聲音 就是這樣 就回到陽間了 這件事 說完給阿傑聽之後 阿傑覺得非常之驚訝 原來落到陰間是這樣的情況 阿傑還有幾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繼續問師傅 他說 師傅 陰間既然沒有太陽 又長期陰天 如果沒有長明燈的話 你怎麼辦 師傅就說 我唯有只靠師兄們的經文 不過師傅現在這樣 可能被其他人抓住都回不來 如果你是靈魂的話 你在陰間 我真的想像不到 你完全看不到光的情況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 阿傑又問 師傅 我有一件事很好奇 靈魂究竟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好像我們人那樣的樣子 師傅說 靈魂並不是你想像之中的樣子 當然我落到去的時候 靈魂有不同的服飾 古今宗外什麼都有 所以看到不同的朝代 不同的樣貌 不同的身形 不過靈魂的大小 是跟他們的法力有關的 講到這裏 第一集 第一節就夠鐘了 稍後回來第二節 講完給你聽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究竟鬼是什麼樣子 究竟修煉了鬼魂 是怎樣的呢 稍後回來見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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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